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就是一个恼人的牢笼 恰如契科夫所言 在人生这座牢笼里 总是有诸多无奈 压抑与愤恨 你我幼于其中 越长大就越孤单 越挣扎就越难过 以前总是哭着哭着就笑了 而现在却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仔细想想人为什么不快乐 我想无非是生而为人 多的是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 在历经了现实的残酷之后 渐渐遗忘了活着的本质意义 最终只苦了自己 想太多 作家林清泉曾说 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 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落下来 不要为明天烦恼 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 可偏偏很多人都做不到 人们总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忧虑 因为不存在的东西而苦恼 他今天为什么没回我的信息 是不是不爱我了 今天他的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 简历投出去 万一对方没看到怎么办 看到了拒绝我怎么办 明明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偏要起人忧天 陷入无尽的遐想 结果想着想着 就陷入了负面情绪中 难以释怀 生活中之所以会心累 会不开心 多半就是因为想太多 整天琢磨一些有的没的 除了给自己徒增烦恼之外 毫无意义 有一句古语说得好 人心好敬而欲千知 若能浅其欲而心自敬 人生在世 万事万物 若一念放下 则万般自在 学会活在当下 顺其自然 将复杂的生活简单过 你就会开心很多 看不开 真正的平静 不是避开车马喧嚣 而是在心中修理重局 尽管如流往事 每一天都涛生已久 只要我们消除执念 便寂静安然 作家白落眉的一句话 揭示了一个道理 一念懂心情 万般皆执念 看透了 便云淡风轻 穿透迷雾 看不开 则心生繁杂 丢了快乐 曾看过一个故事 师父问徒弟 之前的主持 在大巫师说了一首祭语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徒弟很自信地说 我有明珠以后 久被陈牢关锁 一朝唇尽光盛 照破山河万朵 没想到师父听完 大笑数声 一言不发地走了 之后 徒弟心里非常愁闷 一连几天不得其解 始终想不透 师父大笑的原因 终于有一天 他忍不住了 去请教师父 缘何如此 结果师父说 看来你的 心中依然有执念 也为别人的笑愁苦 一切源自你看不开 其实笑骂随得去 你就不会如此痛苦 徒弟听了 豁然开悟 所谓人生 不过是自己 与自己的一场较量 若执念尽消 对任何事物都看开随心 不计较 不纠缠 那么即便入世喧嚣 我们依旧能够心无波澜 诸事安稳 否则 只会给自己化底为牢 求不得 生而为人 各有所求 有的人求名 有的人求利 有的人求情 然而 世间的事 就如天上明月 总有阴晴圆缺 就像电视剧 天龙八部 每个人都在奋力追求 可到头来 却是一场哭 断玉求爱情 只是美人早已心有所属 于是欲欲寡欢 不得解脱 须逐求得到 可惜天意爱弄人 一直被破破戒 最后被逐出少林 乔风求真相 后知真相而复仇 却不可得 最后伤人伤己 还是不得 求不得 才是人间常态 正如曾国藩说的那样 得是有定数 求而不得者多矣 纵求而得 亦是命所应有 人这一辈子 之所以会感到疲惫 并不是因为 在人生路上 遇到多大的磨难 而是因为渴望太多 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以真意换重 最后才发现 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妄 所以说 何必太执着 何必求更多 命里有时中需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我们不可能和每个人 都会走到最后 无论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我们要做好千万一生的准备 同时也要拥有 坦然失去的勇气 余生 唯有把心放快 学会顺其自然 才能做到无论悲喜哀伤 皆可坦然面对 输不起 自古以来 成王败寇 赢了 美玉会分支他来 输了 任凭你台下十年功 也没有人为你点赞 于是 每个人都想赢 哪怕自己已经负累不堪 哪怕内心变得不再快乐 依旧不肯放手 依旧执着结局 然而 太重的胜负心 会是多余的焦虑 只会给自己添加不必要的压力 记得综艺节目 最强大脑中 曾发生过很戏剧性的一幕 中国孩子李云龙在PK意大利 孩子安德烈的过程中 以为自己输了 当场崩溃大哭 任嘉宾们怎么劝都止不住 让观众大递眼镜 我们总以为只有赢得胜利 才能收获鲜花与掌声 却不知道输赢只是外在 最重要的是修好我们的心 赢了是生活 输了也是生活 只有不计较输赢 管好自己的每一步 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自己的人生 泰戈尔曾言 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 每一步都有荆棘 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荆棘路 愉快 微笑 生活本就是泥沙巨象 鲜花与荆棘并存 没有谁能够轻松抵达彼岸 然而 生活欲是向下 欲要嘴角上扬 只有打起精神 才能奔赴每一场考验 最终取得胜利 愿你我都能悦耐这灰头土脸的生活 在这薄良的世界里 欣然依然 嬉皮笑脸 而后深情地活着 不快乐的原因不是想得太多 而是做得太少 不是我们总是利益所向 而是太过着急 有些人的快乐 我们想象不到 就像他们背后曾经所付出的 心血和努力 心酸和坚持 同样也超乎常人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 成年人特有的快乐 虽来之不易 却历久弥坚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 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吹散了少年 梦想在爱中点燃 落变了少年 落变轻轻轻飘漏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遇见 我一直在人家 我一直在人家 在人家中寻找你消息的脸 用尽力气 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曾经记得花 再旋软凋谢绽放 是爱让我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河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会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